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认为圣洁和外在的需要无法并容 甚至抗拒某些基本的需求 圣依纳觉自己在忙来傻的生活就是如此 但是他在回顾祈祷时看到自己的不明智 之后写下这句字语 为天生需求所付的心血 对宗教生活并非无益 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本来就需要张罗 每日用粮要付出心力 换句话说 因此努力的工作 会维持家庭的生活 这些对于宗教生活并非没有益处 就如一般人都要上班照顾小孩 这是天生的需求 在这方面要花心血 不但不是徒劳无功 而且可以和信仰做连结 赋予积极的意义 就如创世纪中天主对人的祝福 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 治理大地 换句话说 要在一切世上找到天主 依纳觉得灵修要追求的 是在一切世上爱与侍奉 彩米油盐并不会和侍奉天主没有关系 因此人在日常生活中 所要耗费的精力和信仰 还是可以做连结 否则会认为自己在世俗的事情上 花好多时间是浪费生命 因为用这些时间去祈祷 会更有意义 就会变成追求出世的灵修 因此误解了基督徒在世界的意义 所以信仰生活不是不着边际 好像不使人间烟火 否则圣依纳绝用很多的时间写信 给分散各地的会事弟兄 感谢恩人 为使徒工作筹款等 就变得毫无意义 成为损失了 所以重点是在生活中 如何赋予每一个行动 信仰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